好來 繼續來看 新北市英和一個家長來疾控 說接到柚底峰 高保安的統治 說兩位女子在學校算出土麵 受傷 但是女子的臉 有大堆瘀青到水起粉 家長懷疑高保安適閒打孩子 事後報警看這個鑑識器 教育局認定柚底峰 有加部分鑑識器跟三毒 已經罰款三十萬 是不是有不同的關卡要來調查 孩子人開心吃冰 也是跟朋友人一起出土 不過臉上一袋瘀青 讓人很難不注意到 另外一張商品又比較陷 嘴皮明顯有讓人家的粉 餘肉皮 家長安裝也想不到 兩歲的女子在柚子院 好像讓人解釋 老師受不了了 拿起剪刀 把碗裡面的食物剪碎 拿起湯匙 就是狂餵他三大口 這樣子的口徑 這樣子的力道 請問兩歲的小孩咬得下去嗎 在新北英雄這間柚子院 今天早上也是有人上班 不過沒看到其他的小孩 家長只說十幾乎八月 找到柚子院 十幾乎臉手骨都出現瘀青 還會有讓人命的分裂 九月十一 接到九部院通知說 小孩算出土 沒有太胸 後來又說 新外流主 才快很胸分 京方水插口鑑識器 夠悠久也來騎著 那是插到橫風有台雕 部分鑑識器的資料 後受到的裁判 面對幾乎 橫風新年過的 是出品不會回 老師平時對孩子很用心 那其他家長也都很信任 這個老師 那老師個性也比較急了一點 所以整個的事情真相 目前就是在等待 教育群那邊調查結果出來 原本應該是八八的年會 十幾乎去柚子院 才不夠全身苦衷 不管現在怎麼會 孩子心裡 竟然已經受傷 這要加上怎麼來接受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跟著高歌 折瀔 hopes 立刻 Mitar 嚴重 поверх 記